各位家長同學 大家好 我是潘啟祥校長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計劃不是萬辭中學的計劃 而是由賽馬會舉辦的計劃 亦希望可以幫助在這段時間受疫情影響的家庭和個人 在食物上提供援助 所以如果你聽到這裏 你覺得我個人沒有需要 又或者我身邊都不認識有人有需要的時候 這個短片大家是可以不需要看的 但如果你發覺到無論你個人又或者你家庭 你身邊的輪社或者親戚朋友有這樣的需要的時候 不妨將這個短片轉發給他們 而由於不是學校的活動 所以我們都不會透過家長信去提供進一步的消息 這個計劃的名字叫做賽馬會逆境同行食物援助計劃 簡單來說就是他其實是想幫助在2020年2月或之後 因為疫情的情況的工作收入受影響的人士 而這些人有另一個條件 就是他本身沒有取得政府的譬如中援或者各方面的援助 以及也沒有取得一些長期和持續的食物援助的人士 他只不過可能在這段受疫情影響的時段裡面 其實他也有去找工作 又或者可能他也收入因為經濟或者就業的情況不理想而大受影響 所以如果你身邊有人屬於這種需要的話 不妨將這個短片介紹給他 以及我現在也會提供電話、諮詢熱線、網頁上有一個很簡單的報名方法 然後之後有相關的機構社工也會聯絡有需要的人士 當然他在申請的時候都會有一些要求 我這裡就不詳細說了 就住家庭的人數 就是每月的平均三個月的平均收入 又或者你整體裡面是流動資金的整體的數目 他都有一定的要求 所有的詳情其實一會兒我給你看的網頁你都會見得到 這裡也說說其實他這個計劃在發展初期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收過電話 也有創辦會相關的職員都會問一下我們的意見 覺得是怎樣 我自己個人其實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計劃 當中包括幾個項目的 第一個項目就叫做自在食速動餐自助提取機的服務 其實他們就會在一些不同的區域裡面 當然現在最近就會在北區 即是粉嶺那裏 據我看網上的資料 遲些大埔也會有這些速動機 他最主要獲合資格的人士 就可以拿最長一年一個食物援助 而是透過這些速動機 即是食物的餐盒已經急凍了 而拿回去之後你翻熱就可以在家裡吃 這個就是第一個他們的做法 就是自己自在吃 第二個計劃就是一個叫做煮飯吃 其實就是一個食物包的服務 據我所知就是八個星期 當中有一些基本的食糧 譬如米、麵條、罐頭、超市券 亦都可以因應受助者的需要 譬如有些長者、幼兒、小數族裔等等 提供適當的食物 就會給食物包不長於八個星期 就是給這些有需要的家庭 第三個服務就叫做趁熱食 他亦都會在不同的社區廚房裡 就是為一些居住環境欠佳的人士 提供最長一年免費的熱食飯盒支援服務 所以這個都會是另一種服務的形式 最後一種就是我自己覺得是很有心的計劃 就是叫做馬上食 就是他們連同一些食物速遞的公司 如果一些行動不便 或者家裏是完全煮不到食的人士 其實可以透過網上外賣 就是會有外賣送到這些可能行動不便 或者家裏的環境是不能煮食的人士 我自己看到整個計劃 其實是很有心在這一段可能是八個星期 至一年的時間幫不同需要的人士 所以如果有我們的家長、同學、老師 認識的任何人士 你覺得他有機會是因為這幾個月就業不足 或者失業的情況收入大減 而且可能流動資金也是符合相關的申請的時候 其實不要錯失這個機會 基本上我這裡就給大家一些資訊 這裡有一個QR Code 你可以把這個畫面凍結之後 其實就用你的手機去Dude找回網頁 又或者你說 校長剛才你說的只是一些很簡單的內容 裡面究竟有些什麼申請資格等等 其實在他的網頁是講得很清楚的 如果你認識的人士 可能他未必上網 又未必懂得他怎樣報名 這裡都有一個電話的熱線 25962789 也歡迎這些人士在辦公時間裡打電話去 我自己覺得在困境裡 其實很多人都在想一些方法 是互相去幫忙 可能我們都是幸運的一群 很希望大家也珍惜我們的所有 就著這個賽馬會逆境同行食物援助計劃 希望可以幫到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今天的校長的話 主要就是幫忙去分享這個 這麼有意義的計劃 也都希望如果同學或家長 你自己沒有需要的時候 多點留意一下身邊的人 也都可以把這個計劃介紹給他們 在困難裡面受助絕對不是一件 令人覺得羞愧的事情 反而整個社會裡 我們應該要一起努力 互相去支持 互相去幫忙 難關總會過的 最重要在過程裡 我們都是互相幫忙 亦都抱著一個積極的態度 那麼今天的校長的話 去到這裡 也都歡迎大家 將這條短片 分享給有需要的人 好 拜拜 拜拜